民述纪第十一章 每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他们中间的咸杂人大起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哭嚎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 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除着玛纳以外 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这玛纳仿佛岩衰则又好像珍珠 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收起来 或用墨推或用救岛煮在锅中又做成饼 滋味好像心油 夜间露水降在营中 玛纳也随着降下 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 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 摩西就不喜悦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为何苦待仆人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 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只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 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 他们都向我哭嚎说 你给我们肉吃吧 管你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 我独自担当不起 你这样待我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立时将我杀了 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 就是你所知道 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 到我这里来 领他们到会幕前 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 我要在那里降临 与你说话 也要把降与你身上的灵 分刺他们 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百姓的重任 免得你独自担当 又要对百姓说 你们应当自解 预备明天吃肉 因为你们哭嚎说 谁给我们肉吃 我们在埃及很好 这声音达到了 耶和华的耳中 所以 他必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止吃一天 两天 五天 十天 二十天 要吃一个整月 甚至肉 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 使你们厌恶了 因为你们厌弃 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在他面前哭嚎说 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 摩西对耶和华说 这与我同住的百姓 步行的男人 有六十万 你还说 我要把肉给他们 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 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 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 就够他们吃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膀壁 岂是缩短了吗 现在要看我的话 向你应验不应验 摩西出去 将耶和华的话 告诉百姓 有招聚百姓的长老中 七十个人来 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对摩西说话 把降于他身上的灵 分次那七十个长老 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受感说话 以后却没有再说 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 一个名叫伊利达 一个名叫米达 他们本是在那些被录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灵停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 伊利达 伊利达 米达 在营里说预言 摩西的帮手 嫩的儿子约书亚 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 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 嫉妒人吗 为愿耶和华的百姓 都受感说话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 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 都回到营里去了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 把安春由海面刮来 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 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离地面约有二轴 百姓起来 中日中夜 并次日一整天 不去安春 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 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 耶和华的怒气 就向他们发作 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 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 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 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 那起贪欲之心的人 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 走到哈喜路 就住在哈喜路 谢谢大家